中國人還是在這個壓力的東西 所以你看東西其實沒有人管你 你就自然流露出這個東西 所以後來當我知道這個東西之後 我又開始就重複去想 我們缺少了什麼東西 缺少了什麼 完了缺了什麼東西 完了什麼東西壓著我們 我就一直去想這個 你覺得是什麼東西一直壓著我們呢 我覺得是表達自己這個欲望 一直被壓住 對 一個法國人跟我講 一個學生他跟你吵 一個領就錯了 我說不是我這個是創新的 我不管這個是錯的 他們都很堅持 因為他們都是要自豪 他們就這樣練出來的 我覺得我們現在還需要一些文化自豪感 當民進去的時候 就是你這樣找我的時候 也是很機機茫茫茫的 我就一卡車衣服 很漂亮的衣服 擺在這個房間裡面 他才叫我去看 我看完說我要坐飛機走了 沒有 他說所有都要改 他叫我去改所有的衣服 我說怎麼改 你的船都做好了那麼多 我記得當時候 然後像歸雅來 他沒有拍過古裝片 周遜也是剛剛出來這個時候 還有交文書 就沒有拍過古裝片 好多人都沒有拍過古裝片 所以他們氣質上有問題對不對 對 所以我就 這個時間就很短 我當時就給他們很多衣服穿 你們穿衣服穿衣服 我交文書就很生氣 他自己也說我幹他的眉毛 就你把他眉毛給弄短了是嗎 對 他非常生氣 非常介意這個事情 後來就 我就一直跟他講 就講很多這個不找編輯的東西 後來他就開始踢了 然後就有一次 我知道他 我不在的時候 他就拿著我的衣服 每天在房間裡面練 就沒有人叫他 他自己在練 怎麼穿好這個衣服 他穿完之後 這些人每一個都在穿 就是練這個大瘦子 因為原來我瘦子可以不要那麼大 但我現在也弄大一點 讓你們怎麼走路 怎麼坐 怎麼起來 都要習慣這個衣服 當他要適應這個衣服的時候 他的整個身體語言就有點不一樣 後來他還理你嗎 理你 太行 你每次這個走到夜影天的 這個景裡頭來之後 站在那你會 給那個鎮在那兒 好幾秒不能動 木頭用的都是石木的 石木的和那種三合板的 你一看就能看出來 一個內景 足球場這麼大 我覺得破了紀錄 破了中國電影的紀錄 那個龐大的一個情況 對 如今的這個內地的電影 應該說也有點像一個盛宴的時期 每一個一線的導演都在爭取大預算 大製作 國際發片 但是我們發現呢 那個工作的班底呢 包括演員的班底 反正來來回回就是這些人 排列組合 然後音樂就是彈頓了 美術指導就是你了 然後就是周潤發了 然後就是張子儀了 然後就是功力了 來來回回是這一些人 你對現在的這樣的一種狀況 有所擔憂嗎 我覺得是一個 後沃浮長龍的時代的感覺 因為沃浮長龍做出了一些 突破了我們中國電影的 獻記的東西 他也得到外國的認可 但是你覺得其實沃浮長龍 真正成功的 真正被世界所接受的 到底是什麼東西 一樣做沃浮長龍的時候 就把那些西方人的感情 的那個寒度要拉進來 所以很容易看得懂 很容易給它感動 因為他說西方人也有很多余壽連 很多余壽連 在等他的老公 有很多余壽連在等老公 有很多余壽連 很多余壽連 西方余壽連就很感動 所以其實他還是一種 內在的情懷感動了別人對不對 對 他並不是只是說 所有的人都來看你 可能是一種 大家都有的情懷 就是東西方都有的情懷 他剛好抓住這個東西 但是他把東方情調 又處理得很能接受的狀態 然後他其實也知道西方人 在國際的電影上 他比較不喜歡某一種 中國的類型的東西 比如說中國的五十分 他感覺就是打 沒故事啊 藝人實在非常差啊 他要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然後我自己看著說 如果以西班牙人 藝術家相比呢 西班牙人他的性格比較輕鬆的 比較easy going 對 但我們中國呢 我覺得我後來 還是比較很成癒的 就是好像中國人 好像還是在那個 好像有沉重的東西 壓力的東西 所以你看東西 其實沒有人管你 你就自然流露出這個東西 所以後來當我知道這個東西之後 我又開始就重複去想 我們缺少了什麼東西 缺少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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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了什麼東西 還有什麼東西壓著我們 我就一直去想這個 你覺得是什麼東西 一直壓著我們呢 我覺得是 表達自己這個欲望 一直被壓住 對 一個法國人跟我講 一個學生他跟你吵 一個領著錯 我說不是 我這個是創新的 我不管你這個 是錯的 他們都很堅持 因為他們都是要自豪 他們是這樣練出來的 我覺得我們現在還需要一些 文化自豪感 真正的文化自豪感 就算了 那些事情